今天我们来介绍川味干锅鸡翅的做法 这款川味干锅鸡翅做法类似麻辣香锅,味道极好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哦,真的好好吃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鸡翅用水浸泡30分钟,去除血水 为了鸡翅更好的入味,在表面打上花刀 鸡翅用黄酒、生抽、蒜蓉、姜蓉,盐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土豆切成厚薄一样的圆片 切好后,放水里清洗掉淀粉,不然会变黑 芹菜洗净切断备用 干辣椒切断备用,去掉辣椒籽 大蒜整拌,生姜切滚刀块备用 锅里上油,带油温烧至七成热 放入鸡翅小火慢慢炸 炸至金黄色后,翻面炸 鸡翅炸到金黄熟透,就可以出锅了 锅里剩下的油,放入土豆片炸 感觉土豆炸熟脆的时候,就可以先出锅了 另起油锅,锅里放适量食用油 放入一汤匙皮线豆瓣酱爆香 再放入切好的大蒜生姜拌一起爆香 接着放入切好的干辣椒段爆炒 再放入炸好的鸡翅一起炒匀 再放入炸好的土豆片不断地煸炒 放入切好的芹菜翻炒 最后放入适量的芝麻,鸡粉和食盐调味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 装盘,撒上少许葱花少即可 技巧 炸鸡翅的时候一定要主要火候 千万不要炸糊了 皮线豆瓣酱本身的味道就有点咸 所以盐就得少放或不放了 好了,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关注